那我這邊呢就先從我們的飲食 來跟各位做一個很簡單的報告 那就是減糖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因為細菌是造成豬牙的產生酸 那細菌最好的食物產生酸的食物就是糖類 那可是呢糖類是我們每天必須要吃的東西 那如何我們如何來利用我們吃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如何去吃的恰當減少豬牙的機會 那這邊看到就是說我們吃飯的進食 跟進食的時間 那進食的時間不是在講說 七點吃飯 八點吃飯不是在講這個 就是吃飯時間的長度 就是我們希望吃飯的時間減少 不要吃太久 不要專心吃飯 三十分鐘之內把它吃完 不要邊吃邊玩邊吃邊看電視 這樣會增加食物跟牙齒接觸的時間 那同時呢因為正餐是我們每天必須要吃的 那零食呢是孩子都喜歡吃的 那我們也不能說讓孩子都不接觸到腸類食物 那所以呢我們希望減少點心零食的次數 那我們希望一天呢不要超過兩次 那當然呢我們希望減少加工食物 食物加工食物的精緻化 因為太精緻化的食物呢容易黏在牙齒上造成素養 所以這邊我們希望當然糖類我們 WHO也建議每天的糖類的飲食 不要超過五十重客 那這是WHO一直在建議的 那所以在這邊減少的時候呢 我們又希望呢我們能夠多吃一些 比較沒有加工的食物 新鮮的蔬果 那這樣子可以幫助我們 因為有加工天然的蔬果來飲食 那就可以減少我們禁食這麼多加工精緻化的食物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先從食物上面的控制 這是我們簡單的報告 謝謝